好 新的iPhone在美国开卖了 但是纽约的苹果专卖店外面 就有大批的中国侨胞 他们是重复排队来抢买手机 而且还疑似有集团的大哥在监控 这似乎就是因为新的iPhone 如果你转卖到中国的话 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苹果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 旗舰专卖店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还是大排场了 但是里面有非常多的是中国人 那其实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 是为了自己和亲友 来买这个新的iPhone 那有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他们是受雇于 这个中国的商业集团 来这里买新的手机之后 是要卖回中国来赚取价偿 搞不清楚的美国人 可能还以为连中国的婆婆妈妈 也为新的iPhone手机疯狂 但仔细看看这些人 第一次买完又回来排队 再继续买 而专卖店外面还有大哥级的男子 负责收大家刚买到的新手机 这些集团会立刻把新到手的手机 送回中国卖 来赚取这中间转手的价差 iPhone 5s一开卖 不只是金色缺货 而且是全部的颜色都缺货 而这也将造成 它在亚洲的水货价格 将会更加地水涨船高 以上是东森新闻 网易如涛以及也来自纽约的采访报道